有几位股东真是落井下石 病人太甚了 通知董事物开会 您准备 银行就要接管大楼 没别的选择 你什么你 快去通知 好 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点也没听懂啊 你还不知道 听说总经理 为了承讯董副总 搞的那个项目 菜园套是这样的 那公司现在怎么办呀 我刚才听到齐秘书 正在通知董事们开会 恐怕绝对公司命运的时候到了 不过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 怎么会这样呢 他怎么还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如果我们被解聘了 他哪里去找工作 我真是该死 真是太不可原谅了 董总就是该死 没人原谅他 你会做什么 你还有吗 你能不要找到 你的存在 他妈妈 我都能够跟他 他妈妈 你只能够你 还有我 袁总 我有话要说 我马上要开会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袁总 真的对不起 那天在餐厅 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但是请你放心 欠债还钱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那个是什么 借款欠条 你拿回去 我继续带我 把它不是 最好的 我只要过来 然后你最后就想给你 你还要太拿成 优优独的 我刚才帮你的 你不是你 我的心里 我有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